鸡鸡腐鸡鸡男男不相礼 哈喽大家好 我是专注激情电影的腐哥 今天腐哥给大家带来了韩国同性电影 幻季男友 秀贤和永俊是一对同性恋人 为了能时刻在一起 秀贤把永俊接回自己家住 他从小到大都没有带任何人回国家 然而这一次却带回来一个男孩 母亲美京觉得有些奇怪 秀贤不敢说出两人的关系 谎称永俊是他的朋友 美京一向对儿子十分信任 便也不再怀疑 他对永俊就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 对他关怀备至 永俊也很有礼貌 两人相处十分融洽 美京发现 自从永俊来了之后 秀贤的话也变多了 每天都把笑容挂在脸上 于是他主动让永俊继续住在家里 可过了没几天 永俊因为家里有事要走 秀贤也要跟着他离开 美京站在窗户旁边 看着两人的背影 心里充满了对两人的不舍 不久后 秀贤却收尔上大学 学业十分繁忙 永俊会趁休假的时候 替秀贤来看望美京 两人的关系也越来越好 美京也十分欣赏和喜欢 这个温柔的大男孩 又过了两年 秀贤到了去扶兵印的年纪 美京很舍不得儿子 分别后 他的泪水止不住地掉下来 一旁的永俊 给他递指巾擦眼泪 秀贤不在的日子里 永俊在首尔上班 抽空会陪着美京去部队看秀贤 两人的关系就像亲母子一般 秀贤休假时 先来首尔找永俊见面 两人度过了一个个美妙的夜晚 秀贤回到家后赖床不起 美京在一旁生气地唠叨他 当秀贤把永俊 买给他的礼物拿出来时 美京又立马变得温柔起来 想到已经很久没见永俊了 要请永俊回来吃饭 两年后 秀贤退伍回来 永俊开车带他去旅游 两人却看了想念很久的大海 可秀贤感觉 白天的大海十分无趣 晚上 两人又开着车出来 秀贤感觉 夜幕下的海更有意思 开心地踩着汹涌的海浪往海里走 永俊看着无忧无虑的他 低头笑了笑 可当他再抬起头时 秀贤竟然不见了 海浪无情地拍打着海岸 永俊慌张地大喊秀贤的名字 却得不到一点回应 他惊慌极了 直接从梦中惊醒 原来 他是做了一场梦 永俊正要告诉身后的秀贤 这个可怕的梦 可秀贤却让他不要说 但这个梦就像一个预兆 第二天 因为永俊昨天开了一天的车 晚上又没睡好 于是秀贤便提出他来开车 可他的车技不太娴熟 两人在高速上出了车祸 此时 正在跟朋友吃饭的美京 听见手机响了 他眉头紧皱 预感到有什么不好的事情 接完电话后 他全身的力气 好像被瞬间抽空 美京缓缓地站起来 也不跟朋友打招呼 就离开了餐厅 医院里 秀贤一直昏迷不醒 医生说秀贤撞到了大脑 成了植物人 后期醒来的几率很小 美京更是心如刀脚 因为一直在病床前照顾 时刻都在为儿子忧心 精致的美京 眼里充满了疲惫 感觉一下子老了好几岁 而永俊伤了腿 躺在病床上 认为秀贤是替他承受了这一切 心里充满了愧疚和自责 美京也把秀贤的意外 全推到了永俊头上 对他充满了怨恨 这天 美京的妹妹 把一个在事故现场 发现的盒子交给了他 盒子里装着一个相机 里面全是秀贤和永俊的合照 和露骨的视频 美京终于意识到 他们之间的关系 心中对永俊紧身的情感 也被厌恶和憎恨代替 永俊的伤好后 想要和美京一起照顾秀贤 可美京让他不要再跟他们联系 永俊以为 美京是因为自己害了秀贤 才会撵走自己 伤心的永俊 却参加约好的同事聚会 可到了餐厅才知道 是女同事约他吃饭 不言而喻 女同事一直对永俊有好感 坐下后 女同事旁敲侧击地问他是否有女朋友 永俊直接告诉他 他的爱人住院了 便不再多言 谁知女同事假意喝醉了 不能独自回家 永俊只好在酒店开了一间房 把他扶到床上后便要走 女同事却趁机抱住永俊 想要借身体接触 与永俊来一点实际进展 永俊不想让女同事继续纠缠自己 便把自己是同性恋的事情告诉了他 女同事瞬间变了脸 走出了酒店 剩永俊一个人躺在地板上 即使美京不让永俊再来医院 永俊依然不放弃 这天 永俊来医院 还美京帮他垫付的医药费 他心里对秀贤十分担心和愧疚 还想要帮助美京 但话还没说完 美京就打断了他 让他赶紧离开 永俊祈求 再看一眼秀贤 也被美京无情地拒绝 美京把那个相机还给了他 永俊才明白 美京拒绝他的真正原因 仿佛所有的希望都被击碎斑 那一瞬间 永俊的血液好像都停止了 这天 永俊去医院看望秀贤 却发现美京 不仅给秀贤转了院 还搬了家 美京给秀贤 转到了郊区的一家医院 四周十分幽静 既适合给秀贤养病 也不会被永俊找到 除了秀贤和永俊 还有一件事情 压在美京的心头 她的丈夫一直在国外工作 两人常年分居两地 感情早已破裂 即使秀贤成了植物人 丈夫也不愿意回国照顾这个家 美京不愿意再跟这个 没有担当的男人 维持着无望的婚姻 便跟丈夫提了离婚 丈夫也意识到自己亏陷家庭 主动承担了秀贤的赡养费 美京见秀贤一直没有好转 心里慢慢生出很多愧疚和自责 认为是自己没有好好照顾秀贤 才让秀贤出了意外 本以为自己已经很了解儿子 没想到秀贤还是对他有所隐瞒 妹妹在一旁安慰他 已经做得很好了 但这根本无济于事 美京已经困在自己编织的检房里 也许责怪自己 才能让他好受一些 另一边 永俊一直在让人帮他寻找秀贤的下落 可是这需要一笔钱 最终走投无路的永俊靠身体挣钱 才得知了秀贤所在医院的地址 这天永俊接到电话 得知爸爸去世的消息 虽然爸爸给他带来了不幸的童年和人生 但永俊还是偷偷来到葬礼上 却被哥哥发现了 哥哥拦下永俊要跟他聊聊 兄弟两人来到餐厅吃饭 以为人妇的哥哥 催促永俊也赶紧结婚 永俊让他不要担心自己 只要不跟父亲一样不负责任就好 这天 美京买东西回来 发现永俊已经找到了医院 永俊向美京道歉 也保证自己 这是最后一次来打扰 可美京根本不接受道歉 生气地离开了 他都在车站淋着雨 想起出事那天 秀贤趴在方向盘上一动不动的样子 他的心 像是被无数根刺侵入一般 撕裂 灼痛 永俊承受不住内心的煎熬 哭着给美京打电话 向他道歉 喊着躺在床上的人应该是他 美京也没有挂掉电话 静静地听着他啜泣的声音 第二天 美京在给秀贤擦拭身体时 水盆掉在了地上 他手忙脚乱地收拾着 永俊突然来到他身后 帮他一起照顾秀贤 美京也没有拒绝 之后 美京不在医院的时候 永俊把秀贤照顾得很好 连隔壁病床的老妇人都夸他勤快利落 可美京却不以为然 永俊总是以赶不上公交为借口留在医院 美京问他什么时候离开 永俊只好承认 他已经无处可去 准备留在医院工作 但他保证 不会给美京添任何麻烦 永俊走后 美京看着秀贤感叹 永俊无处可去 他也无处可逃 美京的心里也充满了酸楚 这天 美京来参加朋友儿子的婚礼 另一个朋友误认为秀贤已经死了 这让美京十分生气 回到医院后 又发现护工没有及时收拾 让秀贤的倒尿管堵住了 心情不好的美京 把这一切都推在永俊身上 即使永俊解释不是他做的 美京也听不进去 他生气地摔东西 蹲在地上抓着头发歇斯底里 身为一个母亲 他也是一样的煎熬 心中的压抑情绪 像个雪球越滚越大 越来越没希望 这天 美京去参加了隔壁病床老人的葬礼 回来时 看到永俊依围在秀贤身边 也没有叫醒他 而是坐在走廊的椅子上 闭上疲惫的双眼睡着了 过了一会儿 永俊走出来 为他盖上了一块床单 可这并没有抵住夜晚的凉意 美京患了重感冒 为了不传染给秀贤 他来到家属区休息 留下永俊照顾秀贤 永俊找到一首很好听的歌曲 把耳机插到秀贤的耳朵里 跟他说话 即使秀贤听不到 美京的病稍微好点后 就来看望秀贤 永俊跟他说起 刚才秀贤的眼睛睁了一下 可美京认为 以前也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但都没有好转 便没有放在心上 和永俊一起为秀贤理头发 看着细心的永俊 美京心中 那份对永俊的喜欢 又涌了上来 当他看到 永俊在天台上 开心地给另一个男孩子理发后 他笑了起来 也许是想到了 永俊和秀贤在一起 应该也这么快乐 他心里的疙瘩 似乎一下子解开了 于是 他劝永俊 不必为了愧疚留在这里 应该去做自己该做的事情 而他也要去学驾照 可永俊还不想离开 秀贤生日这天 他们买了一个蛋糕 放在秀贤面前 一起许愿吹蜡烛 带着秀贤出去晒太阳 永俊告诉美京 他下个月 准备出去找工作 美京为他的选择感到很欣慰 他们都不再纠结 这次意外给他们带来的伤痛 开始去迎接以后的生活 这天 正在为练车烦恼的美京 突然接到了医院打来的电话 秀贤醒了 这让他十分惊喜 为了让秀贤尽快恢复 美京又把秀贤带到康复医院 做修复治疗 不久后 秀贤完全清醒过来 也能借助轮椅走路 这天 美京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永俊 永俊急忙赶到医院 见到了秀贤 两人在走廊里相遇 看着彼此 眼眶早已浸满了泪水 他们为爱的坚持 终于得到了结果 六个月后 美京开心地接上永俊回了家 和秀贤坐在一起聊天 美京跟永俊高兴地碰杯畅饮 两人都喝得醉醺醺的 晚上 三人躺在地上 秀贤看着世界上他最爱的两个人 躺在自己身边 开心地笑了起来 闭上眼睛 进入了梦乡 影片到这里也结束了 美京最终被打动 接受了秀贤与永俊的关系 这份来之不易的接受 不仅仅是感动于永俊的坚持 更是对秀贤和永俊的理解 母爱是伟大的 可以包容孩子的一切 美京为儿子付出所有 让人为之动容 而永俊对爱人的不离不弃 也十分令服个感慨 秀贤是幸运的 拥有可以为他放弃一切的母亲和恋人 同时 被世上最珍贵的亲情和爱情围绕 相信未来的生活 秀贤会一直幸福下去 秀贤和永俊 也算是经历了生死的爱情 影片前半部分 三人和谐相处 与秀贤住院的时间来回穿插 有些难以捋清逻辑 后半段 通过自然写实的手法 刻画了母亲 对永俊态度的细腻变化 通过这些细节就已经知道 他们互相关爱和理解 大团圆的结局 虽然看起来是在故意煽情 其实也是希望现实中的同性恋人 都能受到家人的理解和祝福 在这里 福哥也祝大家 都能遇上这样一份 不离不弃的爱情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福哥的小伙伴 记得点击订阅福哥的频道 咱们下期再见